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东旺西风》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唐诗的意境,从诗词看象征主义的隐喻 二经剧的唱腔,从戏曲看巴洛克的戏剧性 三剪纸的剪影,从民间艺术看立体主义的构成 纳摩、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唐诗的意境 从诗词看象征主义的隐喻 各位同学,今天我们来聊聊唐诗的意境 特别是从象征主义的角度来看唐诗中的隐喻 唐诗不仅是中国文学的瑰宝 更是象征主义的早期典范 你们可能会问,象征主义不是19世纪末的欧洲文学运动吗? 没错,但唐诗早在千年前就已经在玩这个游戏了 首先,我们来看看李白的《静夜思》 《床前明月光,一世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这首诗表面上开始描写一个人在月光下思念故乡 但实际上,月亮在这里不仅仅是月亮 它象征着世人的思乡之情和孤独感 月亮高悬天际,遥不可及 就像故乡一样,虽然近在心头,却远在天边 李白用月亮这个意象 把复杂的情感浓缩在短短的几行诗中 真是妙不可言 再来看看杜甫的《春望》 国破山何在,成春草木山 感识花见泪,恨别鸟惊心 杜甫在这首诗中,通过花和鸟这两个意象 表达了对国家破碎和离别之痛的深切感受 花本是美好的象征 但在这里却让人流泪 鸟本是自由的象征 但在这里却让人心惊 杜甫巧妙地利用这些意象 把个人的情感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 真是让人拍案叫绝 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有趣的故事 有一次,我在课堂上讲解王之焕的灯灌雀楼 白日一山进,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我问学生们,这首诗的意象是什么 一个学生回答 老师,这不就是在说爬楼梯吗 我差点笑出声来 其实,王之焕在这里用白日和黄河这两个宏大的自然景象 象征了人生的广阔和无尽的追求 更上一层楼不仅是物理上的高度 更是精神上的升华 所以,同学们 唐诗中的意象和隐喻不仅仅是为了美化语言 更是为了传达深层次的情感和思想 每一个意象背后 都有一个丰富的世界等待我们去探索 希望你们在学习唐诗的过程中 不仅能欣赏其美丽的语言 更能体会到其中深邃的意境 好了,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下次我们再来聊聊唐诗中的其他有趣现象 记得带上你们的好奇心和幽默感哦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金剧的唱腔 从戏曲看巴洛克的戏剧性 金剧的唱腔和巴洛克戏剧 这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艺术形式 其实在戏剧性和表现手法上 有着不少有趣的相似之处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吧 首先,金剧的唱腔是其灵魂所在 金剧的唱腔分为西皮和二皇两大类 西皮高亢激昂,二皇低沉婉转 不同的唱腔表达不同的情感和情节 演员通过声调 节奏和韵律的变化 将角色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 比如,单角,女性角色 在唱西皮流水时,声音清脆明亮 仿佛一条小溪在山间流淌 充满了青春的活力 而老生,年长男性角色 在唱二皇漫版时,声音深沉厚重 仿佛一位智者在娓娓道来 充满了人生的智慧 而巴洛克戏剧,尤其是巴洛克歌剧 同样注重戏剧性和情感的表达 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们 比如亨德尔和蒙特威尔蒂 通过复杂的音乐结构和华丽的装饰音 来表现人物的情感和戏剧情节 巴洛克歌剧中的永叹调 Aria和喧嘘调 Restative就像京剧中的唱腔一样 分别用来表达角色的内心独白 和推动剧情的发展 有趣的是 京剧和巴洛克戏剧 在表演形式上也有相似之处 京剧演员的表演讲究做工 即通过精湛的身段 手势和眼神来传达角色的情感和性格 而巴洛克戏剧中的演员 同样注重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 通过夸张的动作和表情 来增强戏剧效果 可以说 两者都在用肢体语言讲故事 再来一个有趣的故事吧 据说 有一次一位京剧演员 和一位巴洛克歌剧演员 在后台相遇 两人互相观摩对方的表演 京剧演员看到巴洛克歌剧演员 在舞台上用夸张的手势和表情演唱 不禁笑道 这不就是我们的做工吗 而巴洛克歌剧演员 看到京剧演员在舞台上 用高亢的唱腔 和复杂的身段表演 也忍不住感叹 这不就是我们的永叹调吗 两人相视一笑 仿佛找到了跨越时空的直音 总的来说 京剧的唱腔和巴洛克戏剧 虽然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 但在戏剧性和表现手法上 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他们都通过音乐和表演 将角色的情感和故事 传达给观众 让人们在欣赏艺术的同时 感受到人类情感的共通之处 正如那两位演员的相视一笑 艺术无国界 戏剧性更是跨越时空的桥梁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剪纸的剪影 从民间艺术 看立体主义的构成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 非常有趣的主题 剪纸的剪影 从民间艺术 看立体主义的构成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 在说一部艺术侦探小说 别急 咱们慢慢来解开这个谜团 首先 我们得从剪纸说起 剪纸 这种古老的民间艺术起源于中国 已有上千年的历史 你们可能会问 剪纸不就是用剪刀剪出各种图案吗 没错 但你们可被小看了这把剪刀 剪纸艺术家们 用一把小小的剪刀 能剪出千变万化的图案 从花鸟鱼虫 到人物故事 无所不能 更重要的是 剪纸不仅仅是平面的 它通过层层叠叠的剪纸 能创造出一种立体的视觉效果 那么 剪纸和立体主义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就要说到二十世纪初的欧洲了 当时 毕加索和布拉克这两位艺术家 正在探索一种新的艺术形式 立体主义 立体主义的核心思想 是通过分解和重组物体的形态 来表现多维度的空间感 听起来 是不是有点像在玩拼图 没错 立体主义就是通过这种拼图方式 把物体的各个面展示出来 让观众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和欣赏 有趣的是 毕加索和布拉克在创作立体主义作品时 受到了很多非西方艺术的启发 其中就包括中国的剪纸艺术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 当毕加索第一次看到中国剪纸时 他可能会惊呼 哇 这不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艺术灵感吗 剪纸的层次感和立体感 正好契合了立体主义的理念 举个例子 毕加索的《亚维农的少女》 这幅画就是立体主义的代表作之一 画中的人物被分解成多个几何形状 仿佛是用剪纸拼接而成的 而在中国的剪纸艺术中 我们也能看到类似的手法 比如剪纸中的窗花 通过层层叠叠的剪纸 创造出一种立体的效果 所以 从某种意义上说 剪纸和立体主义都是在探索 如何通过平面的媒介 来表现立体的空间感 它们虽然起源于不同的文化背景 但在艺术的表达上 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最后 我想用一句话来总结今天的内容 剪纸和立体主义 就像是两位跨越时空的艺术家 在不同的舞台上演绎着同一个主题 如何用平面的语言 讲述立体的故事 希望大家在今后的艺术欣赏中 能带着这份跨文化的理解 去发现更多有趣的艺术联系 谢谢大家 各位同学们 感谢你们的聆听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穿越了时空 从唐诗的意境聊到京剧的唱腔 再到剪纸的剪影 真是一次充满趣味的文化之旅 首先 我们从唐诗的意境中感受到了象征主义的隐喻 李白和杜甫用简洁的诗句 传达了深刻的情感和思想 接着 我们探讨了京剧的唱腔和巴洛克戏剧的戏剧性 两者在不同文化背景下 通过音乐和表演 展现了人类情感的共通之处 最后 我们从剪纸的剪影 看到了立体主义的构成 发现了不同文化间艺术表达的异曲同工 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艺术形式 其实在某些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 艺术无国界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艺术家们 虽然用不同的媒介和手法 却表达了同样深刻的人类情感和思想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们在未来的艺术欣赏和创作中 能带着这份跨文化的视角 去发现更多的艺术联系和美妙之处 记得 艺术的世界是无限的 只要我们带着好奇心和开放的心态 就一定能有新的发现 那么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并提出你们的问题和见解 期待与你们的下一次愉快交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